我们现在已经学过这个power function 就是有所谓的密函数 三角函数 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 这几种函数的基本的求导公式 我们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还差一种就是反三角函数的 它的导数的求导公式 那这里我们先学一下这个反函数的求导公式 我们给出一般的反函数的求导公式 然后我们再推导反三角函数的求导公式 那么如果说y它是一个fx的反函数 那么我们y关于x的导数到底等于多少 当然这个是我们要求它的公式 我们可以用这个隐含数的求导法来推导出它的公式 当然也可以直接去用代数的方式去求 我们首先的要求是fx它是one to one 也就是说我们才可以定义它的反函数吗 我们也要求它是一个可谓的 那么我们 y是fx那我们去推导它的公式 推导它的求导公式 那么y等于f-1x 也就是说fy是等于x fy是等于x 那么两边关于x求导 两边关于x求导 differential with respect to x 那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f关于y的导数 再乘上dy dx就是等于1 那么也就是说dy dx就是等于1除以f关于y的导数 要注意这里是y的值 这是y的值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换回到x 这是1除以这是f关于f-1x它的导数 如果要具体要注意的是 这里面的值一定是y的值 因为y是等于f-1x 如果说要求具体的这个 要求具体的这个值的话 那我们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是在具体的哪一个点来求 dy或者说是dy dx x在x等于a的话 它是等于1除以f关于导数 这是f-1a 但是就是f-1a 就是你把这里的值 把a带到这里面去 然后去求y 但是很多时候 它只是给出fx 那我们怎么样去求 这是在求具体 在某一个点处求值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我们如果说fx 它是等于2x加上cosx 我们f-1a 它这个导数在1处去值 我们知道这个反函数的导数是反函数的导数 是原来的函数的倒数 但是这个里面的取值是y的取值 所以我们看 我们先把fx的导数求出来 这是等于2减上3x 那么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说f-1x这个的导数 我们知道是1除1 这是f关于y的导数 是等于1除1 那么这是2减上3y 要记得这是2减上3y 那么这里取值 当我们要取值 这里是1 我们这是不是可以直接用1呢 那就不是 这里的取值 这个1是x的值 这里分这是y的值 这是我们尤其要注意的 那我们看到f-1 如果y是等于f-1 1 那也就是说fy要等于1 那我们fy是这是等于2 x加上cosx这里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 问y的值值等于多少 那么y的值 那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 我们要fy是等于1 fy等于1 我们看x等 也就是说 x等于多少的时候 x等于多少的时候 这个fx等于1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2y加上cosy要等于1 那我们只能得到y是等于0 就那我们就带到这里面去 所以说 所以f-1 它在1处的倒数 你如果带y这里 你如果是用这个公式的话 那这里面是带y的值 那么f-1在1处的值就是 1处于2减上30 因为我说y是等于0 你要带的是y的值 所以是等于1分之1 这是要有期要注意的 这是在讲反函数的倒数的时候 我们是这个是要有期注意的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理题 我们fx 它是等于9减x平方 当然x是从0到3 这样的话 它是单要增加的 那么我们去求f-1的倒数 在哪一点呢 在8这点的值 这个反函数的求法 这一种的求法 在ap calculus里面倒是经常有 在大学的calculus里面 也会出一些平常的计算体 倒是比较常见 好 我们先看fx的倒数 是等于多少呢 就是-2x 那么如果是y等于f-1x 那么dydx就是等于1除以f关于y的倒数 那么是1除以-2y 这要取值的是y 那么y 那么x等 也就是说 这里是f关于y的倒数 也就是说现在是如果是y等于f-1 8 因为这是x取值 那么也就是说fy等于8 也就是说9减y平方等于8 那么y只能取哪些值来 所以y只能取1 因为x在介于0到3之间 x是0到3之间 那么y本身 y本身是大于0的 这是y是大于等于0的 因为x x介于0到3之间 y永远是大于等于0 所以y等于1 y等于1 所以我们得到的dydx 在x等于8的时候 我们是等于-2乘上1 分之1 所以是等于-2分之1 这是反函数求导法 它在具体的地方取值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公式推导比较容易 但是在某些点处它的导数 怎么求 这个是比较让人迷惑的地方 好 那这里我们一般的反函数求导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地方 我们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如果fx等于x的5次方 减x的3次方 加上2x 我们求f-1在2处的导数 在2处的导数 那一样的 我们先把fx的导数求出来 然后把y的值取出来 fx等于5x的4次方 减3x平方 再加上2 那么 y如果是等于f-1 x 那么dydx是我们 是1处于f f关于y的导数 那么当 我们看一下 当x等于2的时候 y y等于f-1 2 那也就是说 f2等于 fy等于2 fy等于2 也就是说 y的5次方减上 y的3次方 加上2y等于2 最简单的情形就是 y等于 y就等于1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dydx在x等于2的时候 它是y等于1 所以是1处于f 这是y等于1的时候 y等于1 那么就是1处于5 减3加上2 是等于4分之1 这就是我们反函数的求道法